Grandma 換妙片這些事你會說出來 你知不知如果有朋友或牛丸 正在看Live 讓他們知道我還有訂期的 你這群朋友牛丸會看Live Class嗎 嗨 歡迎收看Grandma教Grandma 節目就開始了 等一會 除了要專心上課之外 記得按Info Box的連結 WhatsApp問我們拿回今天的課堂北京 免費的 想繼續跟我們學習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按下小鈴鐺 每天準時收睇 唉 真是鞠躬 話說今天八爺臨出門後 留下一大堆紙條 同學我讀給你聽 You have to buy me food 你不懂買嗎? You need to turn off the likes 你走的時候你又不關閉 You must be on time 我沒有時間觀念的 同學你的作文不就又好像八爺一樣 就這麼沒禮貌 你不要只是笑八爺 對呀 那些model verb學完又不用 那你說不用就不用 但在paper free那裡來講 在職場生活 你要跟老闆溝通 跟同事溝通 適用model verb 確實是你的生存之道 你說 蛤? 不懂啊 不要緊 我們下文化湯 弄不弄它 歡迎來到這個grandma文化湯 說話當然是說重點 平時同學學一堆的model verb 看看 shall, should, will, might, may, would, can, could, might 重點呢? 重點就是其實你只需要掌握四大model verb 哪四大? 看看吧 四個方位 這個就是你的重點model verb 你說還不太明白 不要緊 立刻下 好嗎? 看看吧 正所謂model verb 其實就好像生物的概念一樣 什麼生物的概念? 就好像一個忌生蟲 它不能夠自己生存 它必須要依附在其他的verb上 才可以存在 什麼意思呢? 看看這個version 1.0 簡單版 同學都應該熟習的了 model verb 我們說會選四大 should, would, could, might 本身的意思 同學有記不記得? should是說 應該啦 whould是會啦 又或者是有禮貌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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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quould是代表可以 亦都可以代表有禮貌的 可以 那mics呢? mics是可能 亦都可以表達有禮貌的可能 我們剛才說model verb 就好像寄生蟲 寄生蟲 它只能夠依附在其他的verb上生存 那什麼叫做其他的verb? 就是base form的verb 什麼都不需要轉 譬如這個例句是 we 說we should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we should wear a mask 那你會不會只看到we should a mask 就不會的 那你會說我明白了這個寄生蟲的概念 但是有時候我看到 它不單止加base form的verb 還加上其他東西 你說得對 寄生蟲的概念 一個重點就是 它不單止有一個宿主 它可以有多於一個 下來看看吧 version 2.0 model verb 你會看到 剛才我們所提及的 只會是在這個位置 we should wear a mask 但是你後面會再看到什麼 有機會它配合這個VEN過去分切 那兩個合起來的意思是什麼 have 本身如果是獨立存在的話 代表有 但是它後面配合VEN 就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性格 它純粹是表達一個時間 這個是 we should have worn a mask 說我們應該由以前到現在 都有戴口罩的 從過去到現在 戴了 你說不是啊 就算你睡覺 去洗手間 甚至乎洗澡 通常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應該戴口罩的話 你說 哇 你這麼激動 不要緊 不激動的 後面再加多一個ING 那就OK了 OK VING 那你說可以怎樣配搭呢 我們仍然會是 we should 或者we shall we should have been wearing a mask 你說 這個have been 我明白 它是base form 然後再加一個過去分詞 那後面那個ING 就是強調什麼 就是強調我們說 無時無刻 在戴著一個口罩 OK 戴著 戴著 就比較容易理解一點 那你說 MODAL VERB 那我學了 是 那又真是增長知識的 但實際上有什麼場景可以用得著呢 同學想想 正正是想想這個字 Conditional sentences 我們就會最常用到MODAL VERB 那你說Conditional sentences 我只記得那個if字而已 記得這個已經很好 if subject verb object comma 然後後面 它分開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叫做if的部分 這個不是我們重點處理的地方 反而我們是重點處理comma 之後的部分 看到highlight了的verb嗎 很多時候我們就在這個verb 用上MODAL VERB 下去之前跟大家複雜一下 就是能夠用到MODAL VERB的情境 就是Conditional sentences 假設的情況 我們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if的部分 那comma後面的 我們又當另一個部分 那我們什麼時候用到MODAL VERB 正正就是在comma後面的句子 的verb 我們會用這個MODAL VERB去輔助 下去之前 我們首先溫一溫兩個最基本的 Conditional sentences 說真的 買金就要看它的含金量 Conditional sentences 我們要看另一個的份量 這個叫含真量 什麼叫含真量 第一就是100%真的 就是一個事實 譬如什麼 如果溫度到達100度 那些水就會滾 所以兩個句子 我們都是用 Present simple tense 去表達的 If the temperature rifted It's 100 degrees Celsius Come on The water boils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 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覺得那件事 應該很有可能發生 但我不敢寫包單 OK 不要逼我 我們說大概90%左右 我們就會 If那個句子 我們就會用Present simple tense 但不是If那個句子 我們就會保障自己 加一個will字 We will protect ourselves If we wash our hands 如果我們洗手的話 那不是100%可以保障你 所以我們會說 We will protect ourselves 令同學最困惑的 應該是第二 第三和第四個句子 0% 那就是假的 是假的 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事實 譬如什麼 If I won the lottery 如果我贏了彩票 在香港來說是綠合賽 你說我買了有機會贏 對 但你的機會率是非常低的 跟你沒有買是差不遠的 所以我們會用什麼tense去表達 我們會用這個past simple tense 後面的部分 I would donate the money 見到這個活字 正正是我們的modal verb 後面我們說要加base form的verb 什麼都不轉 I would donate the money 如果我中了六合彩 我就會捐些錢出來 很有可能 不知道啊 同學來理解一下 那第四個句子又是怎樣 什麼是負100% 你零已經是在說假的 負100% 即是假的假 這個是在說過去有機會發生的 但是現在還在追悔 那你就說 If you had not listen to me 如果你在過去那時候 沒有聽過我講話的話 You would have suffered 你現在就糟糕了 又或者 You would have been suffering 跟剛才我們說的 would 後面怎樣都會 沒有到verb 後面怎樣都會加一個base form的verb 但是代不代表它就必然在這裡停止 未必的 我們可以在後面再加多個vex 過去分節 甚至乎再加多個ving 整個意思就是說 你不聽我說的話 你在過去吧 如果沒有聽我說的話 你就會GG了 你說這個概念上是明白的 但是有沒有實際操作可以來試一下 同學不需要擔心 下一節我們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那大家不如先休息一下 休息的同時 記住掃畫面的KR Code 下載STEMPS App 拿回今天的課堂筆 休息再回來 Granma教Granma 下載STEMPS 欢迎来到这个Grammar Challenge 刚才Modal Verb实际的原理大家理解了 但实际操作同学就说 有没有多些例子 说真的在Paper 2 Advice Data最常用Modal Verb 去表达我们的礼貌 还有一个友善的态度 同学都因为省着省着不用Modal Verb 残害了无数年轻人的弱小心灵 今天我找了我孙女凯婷 来做一个示范 和大家完美演绎下Modal Verb的绝妙用处 立即下去PowerPoint 凯婷凯婷常常在问我 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很大分别 首先咸鱼送饭也挺好吃的 凯婷你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也要安慰一下她的 凯婷说她的世界是粉红色的世界 好像只有一种颜色都会比较单调 所以就写了一封Advice Data去安抚一下她 凯婷 It appears or might appear as if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ask yourself 在这里来说 It appears 或者It might appear 两个意思有什么不同 It appears 就说你很firm的了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你能不能够那么确切地说 这种看起来好像世界末日 你只是想想一下而已 Modal Viblet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妙用 它保你飞 It might appear as if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看起来好像世界末日 但是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你可以问自己 Without dream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salted fish Not much actually 除了我们刚才提出一个 提出那个分别 一个吃的一个不吃的之外 You can improve or could improve yourself 当你想鼓励人的时候 你的语气是想怎样 Firm一点 所以在这里来说 我们会用 You can improve yourself 还是You could improve yourself 但是Firm得来 我们都想表达我们的礼貌 所以我们会用 You could improve yourself 他说 你也可以自我增进的 千万不要放弃 对吧 下一版 You might use or you might have used the gogo van services before 在这里来说 同学或者会想 你安慰人 除了言语上说 你加油 不要放弃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你可以找其他人做例子 譬如什么 Google van他的创办人 其实他也曾经经历失败 但是他有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我静静用这个例子 去安慰我的孙女海婷 You might have used 那为什么不用 You might use You might have used 是说 它的含增量是-100% 以前呢 或者你有试过 All right But do you also know that his founder Steven Lam was a school dropped out 你都会不会知道 其实他的创办 曾经是 在中学的时候 中途退学的呢 接着你会问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 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他那时候 纯粹就给 早期 早年的失败 去定义了自己能够达到的成就 他现在会不会能够创办到一间公司 Google van 应该不会了 那么 几有说服力 对于海婷来说 If he had allow his early academic failures to define himself he 他最后有没有真的 创办了一间公司 有 他有没有读书 在他中学之后 仍然是有读书的 那么 他自己是去了美国 升学 所以我们会用 he would not have studied business at university 好 那么下去你会觉得 都挺有说服力 又用了一些 比较社会知名的人士作为例子 那么 到最后呢 我们都要动之以情 开庭 If I were you 但我又不可能成为开庭 不可能 她是我孙女 对吗 那么所以我会说 I would take my parents advice 我会拿我家人的意见 and study even harder 令你的世界充满食彩 With the help of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I'm confident 有了你家人和朋友的帮手 I'm confident that you can 还是 could succeed You could succeed 表达你的礼貌 With love and hand wash Grandma 这个呢 就是我写给我孙女海婷的一封advice letter 那你会见到 哇 modal verb有妙用的 那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会儿 下一部分 挑你毛病再看看同学的作文 提提大家 Snap us 高中直播火情 每月呢 只需要880元 就可以享受中英素通识等等 全科影片任体 旧片呢 都可以随时重温 每月每科还保证有八托 立即按入info box 的link 你也会更多 下一部分回来 我们再继续grammar教grammar 请不吝点赞 i hi 欢迎来到挑你毛病的时间 今集呢 我就带了我个乖孙女 海婷 我还记得呢 小时候跟你一起换尿片 一起做个 Grandma 换尿片这些东西 你说出来 你知道吗 如果有些朋友 牛丸 在看Live 让她知道了 我还有定期的 那些朋友 牛丸 会看Live class的吗 你不是说她每天在公园里坐的吗 唉 这样就不同了 你知道吗 我们被MISS串 说我们废话 所以这个我们不忍 我们决定 就发愤了 做个好些成绩的学生 那呢 你之前那些 TENSUS的懒人包 我已经看完了 今天就专专带了一篇文 你帮我看看 我很肯定 我的TENSUS 真的没错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还是这么低分 是不是老师玩针对 冷静点 咦 看过 咦 TENSUS真的用得挺好 但是MODAL VERB 就差了少少了 不要紧 我们进POWPOINT 一起看看 看一个SITUATION 你说你做编文 那你解解个题目 给我听吧 总之呢 就有个人 叫Ronald 他设计了一个手机的游戏 我就要给他一些留言 他说明要留言 那真是坏的东西 当然要直接说 你知道我海婷很直长直肚 对不对 不会转弯没角 但老师就说我很没礼貌 我就不明白了 哦 因为你不是代表你自己写 海婷直长直肚 没什么所谓 这些爽直 但是你是 on behalf of your company 你代表哪个 公司 公司 直长直肚 我好像不太好 好 那我们看看 究竟你有什么 可以转转而陷速地去转达 一开始 Dear Ronald 又挺好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为什么这样 我会说thank you 已经很礼貌了 还说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还认他是努力的work 是 但是首先你这边 不要那么冲动 你再开另外新一段 去讲究竟你和他有什么 comments要分享 但是这句话是ok的 对不对 看下去 你不是只看第一句 就知道你的语气是好 还是不好 对不对 Based on your mobile game prototype we have conducted 根据你这个mobile game的原型 we have conducted Conducted 为什么 我们就 举办了一个test 对 非常之好 这个是organized 这个意思 a test run with our target users 哇 完美gram 跟着你多 真的有看你的片 Gramma 深受荣幸 in the following 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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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會難受的 尤其是他是一個藝術家 那怎麼辦呢? Some feedback I think you should know 我們要轉轉它好 怎樣用modal verb的方法轉呢? 給你一些提示 I would 你不要告訴別人 你不要說我告訴你一些東西 你可不可以說我想分享一些訊息給你 通常 would 後面就 would like to 是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some feedback 加了一戶馬上 你寫先寫 都可以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一些 feedback 可以 那個 feedback 為什麼不加s 數不到 feedback 嘩 又成功了 我有看你第二集的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some feedback 已經非常好了 但我們剛才說想跟別人分享訊息 我們應該不知道還是 分享 share share very good 真的很奇怪 你看片段是share like and subscribe 有多奇怪 看片段才不見你覺得奇怪 我現在給他留言 為什麼要share 保持你的語氣 冷靜 下下一版 我真的覺得很虛偽 西人經常寫email 你明白嗎 我覺得你現在的樣子都很像西人 繼續 As for the notification function notification 這個字就跟你降低了 notification為什麼 noty 我們經常說noty 我手機有noty 即是有些訊息 彈出來 對 you need to change the setting so that users can opt in and out 即是可以選擇 進去還是出去 不再選用這個 function of the notification system 文化上給你一個提示 是 語氣相差一點 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問題 need to 你跟誰會說need to 是 你需要 中文說需要 其實也很有禮貌 對嗎 這個確實是你想他做的事 但是問題是 你不會這樣跟別人表達的訊息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樣做 又或者你可以試一下這樣做 好啊 一個字 嗯 通常我覺得model verb can 那些就比較壞語氣 對 那你轉做could 那些就一定沒有死 總之could 我決定 could change 是不是立刻 禮貌了一點點呢 禮貌了很多 海婷 那繼續下去了 既然你這麼聰明 你告訴我下一句 又有什麼可以轉 to make it more convenient for user 對 跟那些用戶更加方便 you have to add 一個pay with a credit card as a new payment method 那你要加一個新的按鈕給別人 給錢 那樣 對 have to 我覺得都很好 這個字 have to 和need to 就是你需要 又是你需要加一個按鈕 那我告訴你 有什麼不欠的 我現在看看 是呀 海婷小姐 但是我是代表公司的 你確實直腸直肚是很好 好 但是你剛才的need to 你都在說 我會把它轉回做could change 那have to 你會轉什麼 又是could 是 總之什麼用could就沒有死了 對啦 對啦 海婷小姐 那我們繼續下去好嗎 嗯 you must submit your word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這個信息是非常清晰 但是我亦都覺得 哇有hard feeling 為什麼你說得這麼強硬 那我忙的嘛 我又要做藝術家 要不停創作 改進自己的工作 即是你這個muse 語氣太差 嗯 即是西人又要軟轉一點 我希望你就可以申請你的word 是 又是could 要是you could申請 you could申請你的word but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但是 那個deadline 你覺得這條線 可不可以延伸的嗎 不行 是死線來的 是啊 別人覺得你說 you could申請你的word 這個不是死線來的 純粹是一個界線 它會挑戰你的界線 那我們會把它變成什麼呢 you could 已經很好 那我們想說得實一點 因為其實那個deadline 就不能轉的 我們會說kindly kindly 為什麼呢 好 好的相反 是 是 這個呢 我們會把它改為 kindly submit your work 而不是you could 要不然態度不夠強硬的話 人家就真的不交貨給你的 是嗎 kindly submit your work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那後面呢 你又真是過分直腸直肚 please do not be late 那裡來的 我加了個please 你又嫌我沒有禮貌嗎 麻煩你不要遲 麻煩你 麻煩你 對啦 海婷小姐你又冷靜一點 please do not be late 那人家上次有沒有遲過 一點點 那我就提他不要再那麼遲 是 那你前句和後句的意思有沒有不同 kindly submit your work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就是你要準時交貨 那你還需不需要 由後面那句話來提醒你 就是可以刪除它 對啦 不要那麼重複 那最後 We hope that the above comments can help you make the relevant changes 相關的改變 in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mobile app 我知道 又是那個can可以轉啦 是 都是轉括就沒有死啦 是 是 啊 又不錯啊 這個app呢 如果你寫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 Mobile Game其實是一個app來的 但是在這裡無端端看app 可能意思就不清晰了 我們也會把它變成 game 對啦 那我們客氣之餘呢 表達的訊息都應該是清楚的 那最後你應該跟別人說些什麼 Thank you Thank you best regard 然後寫你的公司名 記住你是代表 公司 所以你要 寫回公司抬頭 對啦 還有哈哈嘿嘿 OK 那我這樣改完 是不是保證我真的可以拿高分 先 你不相信Grandma 那我如果下次真的成績差的話 我就過來找你了 你可以找牛丸啦 找牛丸 對啦 我們就看一下這篇文章 經過這個Grandma的金手打造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高分 嗯 問問你學校老師啦 海婷 那今天就跟你看完篇文了 那你就認識了Modal Verb 其實真的可以完全改變你篇文的語氣 那你客客氣氣跟別人說話 別人也會爽爽爽地跟你完成的 可以了可以了 你覺得我媽媽真的很煩 所以我幫她開了IG 大家記得追蹤她 讓她說一下IG 不要那麼煩 經常疲勞轟炸我 現在的年輕女兒 真的不要緊 我們現在就知道怎樣用Modal Verb 同學想重溫之前幾集的筆記 可以到Snap Us App下載 那今集Grammar教Grammar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拜拜